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粵語娛樂! 我們會即時為你送上最火熱的香港娛樂圈消息! 近日小編搞到一份超級猛料,傳出驚人消息。 郭富城與方媛說分手,已經分居了, 不知是否有小三準備好印而登上主委, 可能受到潘維柏PUA風暴的影響。 還有詩聰述留言說,有過一段恨美的回憶與方媛, 這條新聞到底是網上留言還是真實發生的事? 就快點和小編一起揭開真相吧! 其實就在之前的七夕節,不見那些猩猩地有什麼受恩愛動作。 相反,都有爆料說郭富城方媛兩夫妻可能不再一起。 據聞方媛在社交平台上把所有提及郭富城的微博都刪掉了。 連以前受恩愛的公開微博都不見了。 還有,七夕,無了他們的甜蜜合照, 得反方魂一個人在價值十五萬的鄉內伊朗板上攤著, 未得像金枝玉葉的仙女,但卻不經以流露出孤單的氣息。 令etten天王嫂鎮時一個人很寂寞 balance , 而且,在過往那些香港的大大小小節日 werde chịu etti triple boyfriend 都 세계ר한 difet split 亦是他們一刻發戀愛氣息的時刻。 例如,一家四口一起過生日以外的, 大家都會一起慶祝攝影留念, 二人自拍互動受恩愛、 遲不遲就來個擁抱各种曉富的姿勢。 甚至在老婆大人生日那天, 郭天皇也會即時表達他的忠誠, 在全網上傳祝福, 一時間對比以前滿是幸福和甜美的日子, 今次天皇嫂在七夕獨自過節的黑白鄉內而上片, 不得不說,令人感覺到些寂寞的情緒, 仿佛都在不經易禁助證了分手傳聞的真實性, 而來盤數一下郭富城的愛情歷程,真是多彩多姿。 1984年,19歲的郭富城入了TVB訓練班學習, 因為跳舞跳得好,很快就獲得做張國榮、梅艷芳和周維敏, 張學友等一眾巨星的伴舞機會。 無奈,她認識了一位同事, 一位十八歲的美女叫姚正正, 光聽的名字都令人覺得正經, 配合上她的美貌,二人就鬧起一段戀愛。 兩人未拍拖多久,姚正正的機會到了。 當時TVB拍下拍行,梁朝偉擔當男主角, 其中一個女主角就是姚正正,飾演藝東兒。 這部劇播出之後收視不錯,姚正正的人氣也水掌船高, 開始斬路頭角。郭富城當然開心了, 除了跳舞,還常常去探班,兩個人很甜蜜。 不過之後幾年,姚正正發現自己依舊未能成為女主角。 急於成名的她,於是決定離開TVB, 轉移頭身拍攝三級片。 姚正正因選擇踏進三級片令運,讓當時的男友郭富城十分不樂意。 終於兩人瘋芒碰撞下,姚小姐一怒之下棄如落圈生涯於不顧。 嫁給了腐傷後遠走他國,令人唏噓不移。 再來,大家肯定對那時國富城與陳德勇火花四日的緋聞記憶猶新。 台灣的MV拍攝成了兩人情感交流的契機。 陳德勇那時還未成為備受觸目的禽女郎。 這段傳聞進南美女的愛情花絮。 當然也包括天王從香港專程到台灣去探班。 甚至一夜情深的佳話。 然而隨著國富城的職業生涯回流香港。 陳小姐也開始了新的戀情篇章。 不久後,在1991年與劉德懷等人拒手演出《九一神雕俠》期間, 郭富城和當時僅18歲的葉韻儀之間匪民四起。 面對媒體的追問,郭成成之之吾。 語言含糊,反而葉韻儀率直表示,在戲裡確實對他有所好感。 話說回來,葉韻儀後來選擇與香港富商陳柏浩閃婚。 而天王國富城則與元潔營交織出新的愛情故事。 元潔營與國富城的愛情實在是棄遇人生, 兩人在合作過程中。 真情流露之後,感情也水到渠成。 殊不知,公眾情侶便得人盡皆知。 不但受到國富城粉絲的極力反對。 甚至少事者造出極端行徑, 向元小姐寄出了充滿厭惑的血書。 愛情在壓力下無奈地結束了。 緊接著在1992年, 沾門的國天王和中勵志合作希臘之類專輯。 這一次的合作不僅僅是音樂上的火花。 兩人之間還並發了愛情的火苗。 兩人的愛情公開之後。 更是難得一見的公開受恩愛。 農情密意十足。 既得國富城的話說, 那位勇於看足十六場演唱會的女士。 將是他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伴侶。 於是見到鍾麗志為愛放下工作。 捧著滿滿的支持和愛意, 實實在在地觀賞了十六場的演唱會。 幕後鐘了流傳的愛情史仍在續舍。 從那刻起, 兩人往來香港與日本, 頻頻赴躍。 2006年, 一個南京80後的暖毛紅代臨, 抱著夢想踏足香港。 透過朋友介紹, 遇上了歌影雙妻的天王國富城。 正考郭天王要拍風之子MV, 一眼看中了身材那的紅代臨, 決定讓他成為女主角MV女, 一問便確認了愛情。 那年郭富城四十一歲, 代臨二十六歲, 年齡懸殊十五歲。 歷史似乎再重演。 之後郭天王的緋聞女見不先, 與紅代臨的情也走向了終章。 2017年, 郭富城五十二歲的時侯, 情長舊夢落幕, 游走於繁花似錦中的郭天王。 最終與芳媛三十歲的他一子婚約套路。 鑽然於他是受潘衛柏影響結婚, 妻子還捐入所謂的天王嫂訓戀營。 這讓人如何保持風度? 有觀點認為郭富城婚後並未徹底退出城牆。 反如勤快農夫耕雲智慧愛情田地。 孤島香港,大陸令僻僻土, 內地女生貌美如花。 無得身份再現, 言語中隱喻即將為人婦。 現下,芳媛局面岌岌可危。 這難道是銀彈肥厚的港南慣例嗎? 或是內地愛的田地皆須賀湖。 按說,芳媛也坐郭天王但下兩女, 生育使命救私何在? 女孩們聰明可愛, 才短短三年兩度為母, 於豪門之中亦算勤勞。 懷胎上父接送女兒學業, 不惜奸身為他們打下名校基石。 敏月芳媛入國士門當初承諾, 為國母添孫無計較。 國天王夢想欲有四子。 為此,芳媛見人養育枝枝不卷。 民信郭富城偷食禁果, 僅能揣測是否是渴望輪移。 市井小道傳言, 內地那為疑似懷有國家長孫。 郭富城是否對紫治有所期望? 有媒體稱他追求多子多福。 邀請風水大師佈陣於天台, 以求自止。 有記者驗證曾經國視天台青龍協助爭治。 可如今五十三歲的國天王更顯心急。 為求得子加持振法, 將青龍換為金龍, 盼以此達成欲有四子之縣。 父家人心思多變, 真讓旁觀者匪夷所思。 只能搖頭感嘆, 豪滿恩怨非旁人所能想像。 有全民提及, 郭富城慷慨解囊。 太太芳媛每月有家用二十萬, 更不論月贈惡家百萬。 豪宅亦是相隨, 無奈背負生子之宅從於泰沙。 而未得, 新競爭已在眼前, 方門擔憂可否減少。 網友回應, 理智分手, 但非才是贏家。 但方門淵亂無出身, 自登上天王嫂寶座。 乃逆水行舟, 不僅容顏迷人, 更有自身事業扶持。 早已凌駕郭富城中前任, 成為淑女萬人迷。 或許, 正因他知曉天王厭倦紅毯酒會繁懷篇章。 想要一份純真與沉穩, 故隱郭天王心生青內。 或或許, 方門以天真溫情。 讓天王在繁星之下, 找尋朴素富貴的心頭之愛。 征服之心使得郭天王心疼。 這女孩非凡凡之輩, 定要將他納為己有。 於是天王退去光環, 在方門面前變成凡人, 甘於簡單的傷愛。 婚後的方門, 依舊為揭善解仁義, 熟練造家餐常菜。 亦在生活細節上, 理智保持純樸。 似乎國天王忠究追求的是 淡薄明智, 真智的日子。 公開場合, 方門永遠是安安定定, 亭亭欲立的模樣。 而這樣的他, 由農家女成天王嫂, 每月領有無盡錢財和自己的堅持事業, 誰又能與他不是報復非凡之人。 各位對這樣的婚姻有怎樣見解? 歡迎在下方評論留言交流心得。 今日節目到此為止, 假如你喜歡,請訂閱按讚。 這是對我們的鼓勵哦, 下期節目再會。